聯合霸的臉就是在這裡 真正的入行是民國56年 但事實上我是在這種環境裡面出身長大 所以人家是說差不多70年 那這個傳統產業離開我們社會 起碼都20年以上 所以我們可能要花50年左右 或是甚至更長的時間 才有辦法讓這個傳統產業 在這個社會上 能夠讓人家再持續地在利益 我們現在只是初步地讓社會大眾 去瞭解到什麼叫過半年少 它這個只是個第一步 但是在第一步我們就走了快20年 因為我們應該說台灣什麼不缺賞花 缺錢吧 這個是一個最致命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不管我們要保存任何的事物 或是要經營任何的一個想要經營的事件 其實離不看經濟的成果 這種產業並不是說 永遠就可能只有這個數目 如果對它夠了解 其實它有非常特別獨特的一個美感 跟它的質感在裡面 在牽制排排的時候 有它那個字器跟空間 如我們講 甚至講在三嘴巴裡面 講的留白的處理 其實它在自行的結構上面 是有非常特別的 如果老降師的處理 並不是電腦上面可以控制的 老師傅的東西 一個留下來的進化 沒有 全世界都沒有了 因為這些老師傅 現在如果還在的話 都最少一百歲以上 我的夢想 我希望把整個的傳統 這個產業能夠完整的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在做一個很全面的保留 我希望未來的台灣 在文化的傳承上面 有更好的環境